你现在听的是圆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绿气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 《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iana 今天会继续跟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化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山渣果的医疗用途 我认为山渣 我想在我小时候喝苦茶之后 就会用山渣饼去送苦茶 那袁医生 究竟有什么功用呢 相信大部分人吃山渣的最常吃的情况都是一种甜品 零食 让你帮助送苦茶 对不对 因为小孩不肯喝苦茶 那家人就去探望你了 吃了 喝苦茶就去山渣饼吃了 但是原来山渣这种植物 其实医疗效果是非常之高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未必会知道的 好了 山渣在我们英文叫做Hawthorn berries Hawthorn Hawthorn 即是一种刺 是一种很硬的木的刺 这个就是那个智元学 叫Cratagus oxycanta 其实是一种很硬的木头 和有刺的木 好了 那 山渣原来是一种很茂 很茂盛的树 它也有很多小的刺细 它可以长高到10米 差不多35尺高 通常是一个野生 是一个很独立的一棵树 不是一群的出现 有时候是那些古老的松木里面会出现 那 山渣的本身 山渣果本身 一直在 欧洲 北美洲 和中国的北面 一直都是作为一种草药的液溶酮 好了 营养方面 山渣有什么呢 有很多我们叫做 flavonoid flavonoid 是一种叫做 类黄酮 类黄酮 和有一种叫做 Oligomeric procyanidine Opc 其实Opc 这个是什么呢 是叫做 低聚圆清花素 这个是一种很 有时外面 大家会看到 Opc 这个字眼 其实就是 Oligomeric procyanidine 就是低聚圆的花清素 是 好了 那这种的 果里面 有含有很多 的 我叫做 hypooxide 就是一种超氧化物 那多 多的是那些 葉部 和花部 那当然 当然 葉和花 也都含有很多 其他的 物质 譬如有一种 我们叫做 Ramoside 就是一种 鼠里 鼠里 糖金 那就是 在那个 那个 叶 和 那个花 比较多 在果实那里的 那本身 我们要花清素 那个颜色 还有 也都有 我叫做 choline 膽件 那个 柠檬酸 还有 有很多 其实他 很多很多的 生物类黄酮 那种成分 这个就是 对我身体 有很大的 营养 的 那他的作用方面 他原来是一种 一种 强心劲 一种 修炼劲 还有 抗 痙磊 还有 保身的药 去气 去疗 排疗 镇定 刺激 以及 抗张 血管的作用 那 你会看到 如果你明白这些 这些作用 很肯定 它是很多方面的 应用得到的 好了 在早期 在历史上 那个山渣 在欧洲 尤其是在德国 澳国 瑞士 它通常 就是 当作一种 食物 和药物 在传统的 民族的医疗 它是一个 差不多一个 非常之 普遍的 草本的药物 通常 主要是用来 医生的 心脏功能 的退化 我们的传统 药物 有几百年历史 在欧洲 和英国的群岛里面 通常 这些 植物 在冬天开花 在开花的时候 有一个 人 将 一个 树枝 就会送给英国女王 那我们做什么呢 原来在 圣诞节 早上 在那个 早餐的桌子里面 就是一种 装饰品 这种传统 因为 它是 冬天才开花 好了 那么 在 其他的 地方 这个 这个当时 就是欧洲的民族 其实都是 古 中世纪 都是一种 希望的 象征 来的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很多 因为食物的缺乏 山叉叶 就是用来代替 一种茶叶 和 烟草 而山叉的种子 是颜碎之后 就是一种 当为咖啡的代用品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粮食缺乏的时候 在传统的历史上 山叉是用来 医治高血压 血管足弱硬化 心脏的衰退 以及心规律不定的问题 其实在1930年之前的 美国的医学书里面 都有记载这方面的用途 直到1930年 你知道当药厂的势力 进入了医学界 很多天然的工具都被慢慢拔走了 然后在早年在爱尔兰 有个地方 有位医生叫Dr. Green 在Andes Andes Ireland 这个地方 他用了这个方法 医治很多心脏衰弱的问题 通常他用滴剂 这些山叉果状的滴剂 丁剂来医病 当时Dr. Green 当然因为医疗这些心脏病 是很出名的 很多很多 英国各地的人 就会拥去他那个 爱尔兰的诊所去求医 他大部分的人 都可以医得到 当然他就变得非常富有 但是直到他死了之后 他的女儿 他才把父亲的秘方 才揭露出去 其实他用这个很简单的植物 当然是一种秘方 家传秘方 没有公布出来的 他就因此赚了很多钱 好了 我们有一位叫Dr. John Christopher 是我们一个很出名的草药大师 他也形容山叉果状 是一种对心脏的一个很好的补品 他说大部分心脏的毛病 包括心脏衰竭 都是因为营养不良 当然他长远的医疗 都是用食物的方便 改善饮食 但是要即时的处理 他主要都是用山叉果醬 通常他如何运用呢 他加上红椒粉 红椒粉 红辣椒粉 红辣椒粉 通常加这两样东西 他用山叉果醬 加红辣椒粉 混合 帮你医治心脏 心脏 高血压 呼吸困难 和心脏衰弱 他就用这两个秘方 其实这些东西 是今时今日 是很容易买得到的 你可以用这些培剂 加上红椒粉 是可以自己 帮助推动自己的血液循环 好了 再详细一点 再聚述一下 山叉果醬 可以作为一种抗氧化 因为它本身 山叉果醬 含有很多 我叫做 类黄酮 flabonoid 例如 Corsitin 配皮素 这个字我经常都读不到 还有是OPC 低序原花清素 OPC 这些都是我们在菩提子里找到的 有一种产品 OPC 是一个法国医生 所以说研制出来的 他差不多做了专利 其实只是用葡提子皮 用葡提子皮做出来的 也能解释到 为什么法国人 吃那么多脂肪 吃那么多肥肥的东西 但是心脏病很低 其实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OPC 提子皮 原来山叉也是很多 这类的成分 我知道了 辐射 吸烟 污染的空气 以及很多药物 西药 都会增强我们身体的游离基 这个山叉果 的抗氧化剂 是可以减轻 或者预防这些游离基 造成的破坏 保护我们身体 对抗的癌症和心脏病 对抗衰老 其实抗氧化和抗衰老 都在一起 我们身体整个老化过程 都是因为游离基 所以这些抗氧化剂 在山叉里面的抗氧化剂 可以中和这些游离基 可以减低 甚至是预防很多游离基 造成的破坏 我知道 大部分身体的毛病 老化的问题 其实都是游离基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能力 用抗氧化剂 去对付游离基 我们都会减低 我们身体的老化过程 好了 山叉茶 也都原来可以帮助我们 处理什么 所谓焦虑的问题 原来很多时候 的焦虑会导致我们身体的胸部 觉得好像在抽紧 而且会造成心跳 所以这些完全可以用山叉 帮助 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哎呀 你轮转天里 风湿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 哇 那么好 那就买到个风湿骨痛 给阿姨婆啦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陆创意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山叉果的医疗用途 麻烦袁医生继续和我们分享 好了 那大家都经常都听到 那些人之所以身状病化 因为血管闭失 有些所谓叫做plagg 一些这样的沉淀的物质 有时候如果这些血液 去到脑的血液受了障碍 也会导致我们中风 那原来山叉果是可以溶化这些 丐化了的沉淀物 我们的动物里面的沉淀物 那就是可以保护下我们的身体 就是出现那个触氧动物触氧硬化 那 好了 血压方面了 那我曾经所说 通常的血压 我会想起血压高的问题 但是原来有时候有些人 就出现血压 是突然之间的身体 一蹲低多久 就起一起身呢 就会突然之间有一种 暈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 那个血压呢 是因为身体的位置的改变 又由下向上升 那突然之间血不够 那这种我们叫做 Orphostatic Hypotension 就是和我们位置有关的低血压 会突然之间觉得我们失去知觉 那我通常呢 就其实呢 可以用回这一类这样的 用山沙去治疗的 那就是说呢 山沙呢 其实呢 不单止可以治疗高血压 甚至乎可以治疗低血压 嗯 还有那个那个 那个气短 气喘 还有呢 就动一点就不够气 这些问题 那就是很明显呢 山沙呢 是一种强心剂来的 嗯 它可以因为呢 年纪老化啦 那这个心脏肌肉 开始退化啦 那也都帮助我们的血管啦 啊 减低我们那个心跳的问题啦 也都呢 是会预防呢 是心血管不足啦 血泉啦 就是血泉有时候 可能去到肺啦 可能去到脑啦 可能去到那个腿部啦 就是很多那些人呢 就像我叫尼克逊病啦 其实都是我们那个血泉室 在我们的小腿那些静蜜那方面的 那我也都知道啦 就 啊 那个 山渣呢 是帮我们抗充我们灌心脏的血喔 啊 就是心脏那些 供应的那些 那些血管啦 是加强我们那个 心脏血壁的 那个 那个 血液的供应 那所以 心血管这方面也都很有帮助的 那当然有些时候呢 你知道啦 那些人呢 有心脚痛啦 那当然了 心脚痛的一种 可能性呢 就是我们那个血液 去到心脏不足啦 那 那个山渣呢 那是可以 令到他心脏的血液暢松啦 那 令到你可以 就长些 即是运动时间比较长些 都不会出现那个心脚痛这个问题啦 啊 胆固醇啦 那原来呢 他 这个山渣呢 这个就是我们叫做丁剂啦 那 可以呢 是可以呢 是帮助身体呢 将那些低浓度的 坏的胆固醇呢 是清走的 这个东西挺好的啊 那还有呢 亦都可以减低我们那个肝的制度胆固醇的 那大家知道啦 百分之九十的身体的胆固醇呢 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制造 是干过就出来的 是 就不是在我们那个食物那里出现的啦 好了 那当然啦 我们很多的问题啊 就是年纪老化啊 那些血管问题啊 血液那个循环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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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这些全部呢 那些穀骗的问题呢 在植物草本的医疗里面 通常他都有记载 用那些山楂果硬碎了 再加其他草药 就用来医大肠炎 或者是因为黑龙氏的肠病 是导致肚射 还有很多导致肛门出血这方面的问题 就是看下血管和大肠炎 心脏退化 可以令到运动量增加 很多香港人本身也不是运动家 就算是运动家也好 你经常发现有些人 在运动场里面突然暴胃 很多时候都是跟我们的心血管 心脏衰退有很大的关系 记得有些人就是饮酒过多 因为雷风湿 就是多方面的原因 导致病人出现心脏症状 心脏衰退 心脏不规则 高血压 头痛 或者低血压 不够不够气 这些多多方面 包括我们心反的弱点 导致我们心血不足 完全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处理 所以可以这么说 有些人的长期的心脏病 导致成的人很虚弱 很软弱 或者心脏病之后 就是复原困难 这些山渣质 山渣果 也都可以加强我们的心力方面 所以可以这么说 如果你什么都不懂得用 起码知道山渣是会对心脏方面 是很大的帮助的 好了 刚才说到结肠炎 就是和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的问题 胃口不好 或者因为神经紧张 加上心脏衰弱 这些全部都是可以这样说 是一种影响我们的消化 在传统中医的医学里面 都用山渣 通常是帮助我们身体 我们的胃 就是消制作用 就是用山渣 可以这么说 山渣可以帮我们 化解我们胃里面的脂肪 也帮助我们处理 因为吃得肥腻也多 而导致消化不良 这种这样的质的问题 所以在医学中医上 我就用一种消制作用 好了 山渣原来都是对失眠有帮助的 很多时候人们的失眠 都是因为心脏衰弱 虚弱而睡得不好 导致精神紧张 失眠 甚至乎情绪低落 很多可以这么说 很多相关的病 可能背后都是因为心脏 心脏不够缺血 当然大家都知道 癌症是第一大杀手 第二大杀手就是心脏病 对不对 所以这个山渣是一个 可以这么说 文明病的差不多是 杀手里面 是一个很好的功用 一个食物的功效 好了 腸疾病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就是用来用那些 腸疾病这个问题 很多时候都不能想到的 原来我们可以用 山渣叶 再加一些干了的山渣果 帮助你那个化解的便秘 还有那个腸疾 导致的那些腸胃气 腸气这些问题 好了 原来是腎石 我有研究 就是一纪录 原来 山渣可以作为一种利尿剂 是帮助我们处理 那个腎 还有膀胱里面的石 还有水肿 就是脆水的作用 山渣也可以做到的 好了 根延期 很多时候 根延期的人有什么问题 有潮热 在中医的理论里面 那个山渣果 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子宫 还有那个卵巢 加强 加速我们那个血液 是通过这些这样的器官的 亦都可以帮助 山渣是可以帮助 我们那个子宫 老化的子宫的功能 最后就是那个喉咙痛 原来山渣汁 或者山渣是可以处理那些喉咙痛 发出现那个问题的 原来山渣有这么多疗效的 除了可以处理心臟问题 不够气 帮助血液循环 又可以抗氧化 抗衰老 原来除了山渣 饼之外 我们都可以在药材店 没有买到那些山渣干来沖水喝的 是的 通常你见到是切片的 我记得那些茶叶店 有时候它开始有这类的干了的山渣 山渣果 就是切片干的山渣果 通常你用来做沖茶 是 在很多的健康店 我们是用一种叫做浓缩了的山渣的 酒精抽取物的 一种我们叫做丁 就是Tinture 这个就用滴剂就可以用得到的了 在个健康店一直都有摆山渣的 当然这个成分很多时候你会看那些 帮助血压 心脏病的草药里面 那些配方 通常就一定有山渣这个主要的成分 但是记得 这个是一种水果 一种植物来的水果 就是我们很强调 我们是医食同源 食物根本就是你最好的药物 没错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原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选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